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温花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我的咖啡馆 不是普通的咖啡馆 我的咖啡馆是特别的咖啡馆 有文化 有故事的咖啡馆 以后我一直介绍咖啡文化 我讲咖啡的故事 我教育清津 2014年 我从韩国收入 来到中国长春 当时我是作为 海洋航空长春 叛杀出总经理 2018年 四年人去接受后 我决定留在长春 并开始我的咖啡事业 三年多的事件过去了 我现在 营养着咖啡馆 一号店和二号店 其实我在海洋航空工作的时候 也多的出差 美国 欧洲 德国 法国 英国 澳大利亚 还有东南亚 日本 很多的城市 我出差 我喜欢咖啡 到那个城市的时候一定找到最好的咖啡馆 这是一遍我享受的过程 我特别喜欢咖啡 决定咖啡馆 二十五十五年 스타벅스 스타벅스 在韩国、 서울 中国、北京 同时咖啡馆 其实韩国 从 二十八年 韩国、 서울 奥林匹 以后 咖啡馆 大多发展 中国也一样 2008年 北京奥林匹 以后 那个差异开始 大的发展 说来 差不多 二十四年的差异 但是 现在 中国的 那个 咖啡市场 正在 每年 百分之二十 二十以上 高速成长 旅行 和 年轻人 他们 已经成为 咖啡 消费市场 的 那个 聚力 中国 肯定 是 世界 最大的 成长 策略的 那个国家 明年 二年 中 二年 是 中韩 建制 三十年 我 现在 我的 计划 计划 喜欢 通过 那个 韩国 咖啡 社会 那个 协助下 在 长春 之 中韩 那个 咖啡 交流 活动 我是 韩国 那个 咖啡社会 那个 那个 张春 支部长 还有 亚洲 咖啡 联盟 的 张春 支部长 我的 那个 韩国 那个 咖啡 是 朋友们 很多 韩国 韩国的 那个 那个 小春 咖啡 或者 咖啡 文化 特别 发达 每年 那个 都 会 举办 咖啡 专案 会 那个 那个 咖啡 大塞 比如说 那个 찬절 咖啡 大塞 还有 老年 咖啡 大塞 还有 那个 青少年 的 咖啡 大塞 在 长春 如果 来到 我们 德韵咖啡 的话 可以 那个 了解 那个 修成咖啡 体验 或者 听到 那个 豐富的 那个 咖啡的 古术文化 南枯 和 相受到 那个 不一样的 或者 有 品质的 咖啡 另外 我也 进行 那个 咖啡 培训 课程 还有 或者 那个 咖啡 评 活动 还有 那个 我们的 在 咖啡 館 也能 举办 那个 小小的 音乐会 或者 一些 都市活动 或者 那个 救流活动 原来 我喜欢 那个 通过 长春 餐志愣 那个 社会 等 那个 机构 我们 也 帮助 给 餐志愣 那么 给 他们 做 咖啡 那个 培训 工作 那样的话 他们 一边 那个 就业 一边 通过咖啡 享受 美好的 人生 这是我的 另外 一个 目标 哦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